哈喽大家好我是普尔文 今天是腊月十三 距离过年也仅有半个月的时间 按照往年 现在应该是方村茶叶市场最热闹的时候 刚好很久没有带大家来逛方村茶叶市场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 年前的方村茶叶市场 这里是位于观光路的南方茶叶市场中心馆 这个市场是方村茶叶市场中 比较老的一个市场 而且曾经也是非常的热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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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Ju comparison 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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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份久的茶做出这种香 因为以前是没有这种香的 然后现在一些工艺 一些新工艺进去以后 所以说才会有特殊的香气 那它这种香不是添加的吧 不是纯天蓝的 添加的东西哪里敢做 添加现在这是违法的东西 那我们喝一下 可以 喝一泡白茶 来你这里基本上都是喝白茶 现在比较流行 这个茶喝起来就没有像一些茶那样 味道那么重 清清爽爽的 白茶大部分都能够接受 对 就是老少皆宜 这个是哪一年的 这是13年的 13年的 对 我也感觉是更像那种 酒香 对 酒香 有点像那种做那种糯米酒 那种酒糟的香 对 有类似 对 但又不全是 嗯 所以这种茶它喝起来 不但甜 还清新宜人啊 哎 喝了云里 喝了叫什么云里雾里的 白茶甜度是挺高 对 然后有一些茶就是说 底料不好的茶 那甜度是达不到这种用选 这挂杯香也是很持久 对 非常舒服 对不对 香气 那白茶有的人说要 又要浓又要厚 那它除非要是头春的 云南白茶 哈哈哈哈 你要那种厚重感啊 醇厚感到云南白茶 能达到的要求 对 但是它没这种香 你们发现 香气不同的 对 口感其实也是不同 对 这几年白茶市场也是特别的火爆 特别是北方市场 对 因为白茶清清淡淡的 喝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 还有白茶它有个功能 它具有一定的药性 就是老白茶我们说的 就是六大茶内就白茶 有这么个功能 像今年这种实体这么难做 那你们开店的话有什么改变 我们本身像我们这种做源头的 就是跟平台有合作 跟平台有合作 网络 很多网络主播啊 很多在淘宝他妈啊 都有给他们辜货 还有一些大公司 大企业 送一些原料 像你这种有稳定的 这种客源的话 那相对来说还比较好 也影响也很大 就是外围市场 外围市场的一些 这种批划市场也好 零售店也罢 就说他们没什么生意 总体 挥荐就是我们源头的生意 所以他们比如说 以前一个月能补货两次 现在可能两个月补货一次 那对我们的影响也是 很大很大 对 那倒是 还有一个就是 网络冲击也很大 网络冲击 对 像我们在礼盒 一个晚上人家能卖个 上千盒 一个主播 做直播是吧 对 一些礼盒 卖的还是可以的 现在网络直播确实 对实体的经济 冲击也是很大 对 时代在变 社会在变 时代在变 像这个茶可以泡多久 多少泡 这老白茶 你泡个十来泡再煮 可以泡十来泡 对 你看我们已经两壶水快没了 然后泡完以后 还可以再煮 还是挺难泡的 这两年受疫情和经济的影响 还有网络的这种冲击 茶叶市场的实体店 其实是非常难熬的 特别是像普通大众一点的茶 竞争力非常的强 而一些品牌带有金融属性的茶 因为疯狂过后 也现在趋于理性 所以总体来讲 整个茶叶市场都是非常的冷清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